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于2月17日下午在国际会议厅举办 2024年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说明会 中心主任庄雅淑介绍深受海外青年欢迎英语营营队内容及报名方式 并邀请去年担任英语服务营志工学员Jeff,Ganrea,瑞丽及Cottie分享经验分享 学员家长及老师分享学员参与营队后的成长 西影福湾区青年文化大使学员、乔校、主流学校教师及家长与会 现场播放并2023年英语服务营成果短片 参团青年回顾勇敢追梦的时光 每一年乔会的英语服务营都受到了我们海外青年的欢迎 所以今年乔会更续会在7月6号到8月2号举办英语服务营 从2006年到现在为止18年这期间呢 我们总共呢 培训呢大概有5000多位的 1Tier 英语志工 然后来到台湾偏乡来教英文 回台湾这个program 就是让我能见到更多 就是很可爱的小朋友、很丑年的小朋友 然后也让我回台湾去年的暑假觉得很丰富 very very helpful very very good investment of my time 我女儿最大的成长就是她越来越爱台湾 然后呢这个服务营呢她去了一个月 但是呢回到家之后的三个月她每天都在跟我们分享她在服务营的点点滴滴 所以我想呢这个对她来讲 对她来讲呢日后她想起来她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段很 很不同的一个体验 家长在回去之前给孩子有一点有一点概念 就是说不要担心偏乡 因为这个主要过去是service 而且台湾再怎么偏乡就像刚刚说的话 主任老师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地关心我们的孩子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虐待我们的孩子 他们绝对是让他们有最好最好的享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好的体验 会后出席的家长们纷纷应与服务迎接机 学校环境及假日安排等细节热烈提问 显示大家对乔委会青年志工服务及乔生升学项目的高度兴趣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 请参加您的 Christ mejorar